美空军砍掉120架战机 目前各类飞机仍超2300架 根据美国空军最新提供的数据 美国空军在2021财政年度 退役了120架飞机 其中B1B战略轰炸机退役的数量最多 不过该军种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总数 仍维持在大约2300架 美国空军杂志 网站11月24日报道称 在2021财政年度 美国空军的F35战斗机机队 新增的战机数量最多 而B1B轰炸机机队减少的战机数量最多 算上新入役和退役的战机 美国空军的机动作战机队的飞机数量保持不变 目前共有2301架飞机 报道提到 美国空军的F35机队 在2021财年增加了61架战机 截至9月30日 美国空军共有302架F35战斗机 目前美国空军F35战斗机的机队规模 仅次于F16战斗机 美国空军的F22战斗机机队规模 则保持不变 拥有185架战机 但有8架似乎从空战司令部转移到了太平洋空军部队 报道还称 在接收到两架全新的F15EX战斗机的同时 美国空军和空军国民警卫队 分别退役了两架F15C战斗机 目前美国空军总共有237架F15CD战斗机 美国空军F16CD战斗机的数量则为937架 美国空军还表示 要到2030年左右才会进一步缩小 时攻击机机队的规模 现在还有281架 时攻击机在服役 MQ-9死神无人机的机队 则增加了33架新机 总数达到323架